浙江义乌以小商品批发闻名全球 最近当地业者忙得不亦乐乎 接单 备货都是来自欧洲的保暖需求 就是取奶方面还有热水袋 还有什么像这种橡胶的 然后就是那个取奶 他们以前可能整柜还没接到过 现在可能整柜都在接这样子 像以前欧洲可能是没有的 订单不是凭空而来 因为俄乌战争造成能源危机 根据英国卫报报导 英国媒体BBC已经预先部署 要应对今年冬天可能遇到停电 暖气供应中断 连稿子都写好了 欧洲的危机就成为千里之外 中国的商机 这些要么就是像这些 那边的话需求的话 就是比较高端一点 然后采购的量 来说的话都是订单比较大 比取奶设备更直接的是后毛衣 大陆成衣厂商的接单量也在增加 不止欧洲市场变热 各地的液氮商品需求 还有即将登场的卡达士族赛 都需要来自大陆浙江的产品 甚至为了看球赛 连卫星天线的销量都增加 流水线原来从250米的自动化流水线 现在增加到720米的自动化流水线 我们的生产产能 也比原来有了三分之二的增加 受惠于全球供应链 根据大陆媒体报道 在浙江的厂商 有机会打破淡忘季的循环 一路旺到明年 TVHN张志明 庄志伟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